夏至 刘阳葛家镇 距长沙城六十公里 八十岁的杨艺红 正载着刚刚采摘的辣椒回家 杨老婆一直生活在这里 早已摸透了这片土地的习性 她从一九六四年起开始种植辣椒 已经长达五十五年 长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降水通沛 辣椒的生长环境得天独厚 这里人均年消费辣椒量达十多公斤 本土生产的供应量近四十万吨 依然难以满足旺盛的需求 每年的六月至十月 本地辣椒陆续上市 长沙人对于辣椒 有着无法割舍的依赖 杨艺红一家更是如此 作为一个种植经验纯熟的老椒农 杨艺红和他的儿子孙子三辈人 都与辣椒打着交道 这样的辣椒世家 自然会把最辣的眷恋 融入日常饮食中 杨老伯的儿媳妇 正在炮制一桌四式同堂辣椒宴 张树岗辣椒 蒜蓉青草 笋泥红椒牛肉丝 酸辣带尽 大猪小猪落浴盘 海椒热火烹翻豆 烧辣椒皮蛋 凉拌出下风徐徐 好了 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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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那这是谁种的呀 大猪中的 大猪中的 哎呀 放眼望去 这一桌家常的辣椒业 每一盘菜仿佛都以辣领衔 但一一细品 每一种辣 却各具独特韵味 但是无论味觉如何变迁 长沙人的菜单上 始终占据王者宝座的 唯有它 辣椒炒肉 花猪瘦肉 花猪瘦肉少许 腌制 一瓢油下锅 慢火边 倒入腌制的花猪瘦肉 与猪花油渣 万火爆炒 蒸鱼齿油提味 下辣椒 辣椒翻同其五 一盘辣椒炒肉 代表的是长沙最家常的生活 辣椒炒肉 承带了长沙人浓浓的香愁 回来之后最想念的长沙的是 辣椒炒肉 辣椒炒肉 确实是辣椒炒肉 真的是辣椒炒肉 辣椒炒肉就代表长沙 一千个长沙人家里 就有一千个剁辣椒坛子 剁辣椒 做法极其简单 但离开这片水土 唯有他最未见乡愁 雷田在上海求学 每次回家 雷爸爸就会从坛子里 咬出自己亲手腌制的剁辣椒 搭配出各种开胃的菜肴 剁椒 是家的味道 父亲的味道 无论是家常小炒 还是节日宴席 长沙的美食都离不开辣 做主菜 做配料 做佐料 在长沙人手中 辣椒都能尽咸 有滋有味的本事